大家好,今天是10月28号 今天讲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最热门的蔡英文在CNN的专访 另外一件事情,彭博社发了一篇文章 指出中国将会步苏联的喉尘 因为中国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所以导致它的国民经济最终会走向崩溃 国家也会走向解体 首先看蔡英文的专访引起了巨大的混沌 尤其是中国方面的反应非常的剧烈 简直就要爆发台海战争一样 这个专法爆出来之后 首先是中国的国防部发言 说必须对台独势力要进行坚决的还击 然后解放军不动如山,动入雷霆 才因为你的讲话就是典型的台独的言论 解放军现在看起来不动 如果动的话,有可能把整个台湾给摧毁了 另外就是国台办发言 就是说坚决毒吸一切代价来打击台独势力 蔡英文你的言论就是典型的台独 然后就是外交部的发言 外交部发言指出蔡英文的讲话 实际显示着美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 必须对一切的台独势力 我们坚决的反对 《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甚至发文 说蔡英文的讲话完完全全就是在作死 是迎然台海战争的最危险的因素之一 中共政权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第一,蔡英文的这个讲话在CNN播出来影响非常大 CNN现在是美国的第一大媒体了 因为在川普时代呢 右派的focus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 那现在呢,拜登上台之后 左派的大媒体CNN呢 变成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一个媒体 你在CNN播出来之后 那对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呢,中共最关心的就是 蔡英文所说的两点中心思想 这两点呢,第一点 蔡英文呢,他成为首个台湾的总统 承认美军呢,现在就驻扎在台湾 第二点呢,他认为 当台湾遭到中共的攻击的时候 美国呢,肯定会来帮助 这两点,可以说出到了中共的痛楚 第一点呢,中共他知道 美军呢,实际在不断的帮助台军 但是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不愿说出来 那现在,蔡英文公开的说出来之后呢 那他的面子呢,是拿不下去的 因为中国呢,当时跟美国建交呢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条件 希望美国呢,就是撤军 跟台湾呢,断交 当时呢,美军全部做到了 那现在呢,他美军呢 因为台湾遇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呢 他不断的来恢复这个军事的关系 那这是明明的呢,就是打中国的脸 那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中共呢 他是知道的 但是蔡英文这样公开的一说出来 就是在全世界前面呢 狠狠地删了中共一巴掌 所以他必须呢,要做出回应 那第二点呢,实际上蔡英文呢 不仅僵了中国政府的军 实际上也僵了美国的军 实际上逼着美国呢 要从战略模糊迈向战略清晰 我们知道在白宫呢 现在只有拜登他就说 如果台湾呢,遭到攻击呢 美国肯定会武力保护 只有拜登呢,他是坚持战略清晰 那其他的人呢,到现在都是战略模糊 这是一个白宫的总体的一个考虑 但是蔡英文呢,这次他明确的就说了 一旦受到攻击的话 那美国呢,肯定会来帮助 他是主张战略清晰的 这样的话就是逼着美国呢 你要彻底的表态 你要彻底的向战略清晰迈进 而且呢,这里面也是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中共 你如果想侵略我们的话 那么美国呢,必然会保护 美国,日本呢,必然作为我们的靠山 来联合起来,来打击你 所以说蔡英文呢 第二个观点呢,实际上就是给中国政权将军 也是给美国呢,顺带的将军呢 所以这招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一切呢,导致中国政权暴跳如雷 简直呢,要发动台海战争一样 那蔡英文呢,为什么要说出这一番话呢 实际上他是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角度来出发的 国内政治就是台湾的政治 台湾政治呢,现在全民基本上来反抗中共的侵略成为一个共识 那明年呢,就是九合一的选举 那为了这个民进党呢,在明年的选举中大火全盛呢 那蔡英文呢,必须要提前做一些渲染 这次呢,就是显示整个民进党 他的主张是完全符合民意的 另外呢,有美国的这方面的国际的支持 那他的这一番讲话 这一番在CNN的一个独家的访谈呢 肯定为民进党明年的这个选举呢 是锦上添花 如果明年呢,大火全盛的话 那么2024年总统大选呢 仍然还是民进党的人呢 当选总统 这点呢,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呢 现在台湾呢,确实非常的危险 那习近平,他有通病台湾的野心 而且他现在具有了通病台湾的能力 就跟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所说的 2015年,中共已经具备了全面侵占 占领台湾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现在的形势是非常的紧张 光靠台湾自己呢,还是不行的 那光靠台湾和日本呢,也是不行的 必须要美国的参与 而且其他民主国家的参与 所以蔡英文呢,他在这里呢 特别的强调了美军呢,已经驻军台湾 特别强调了他相信美国呢 也来保护台湾呢 他实际上就是叫美国来注意这件事情 我在国际场合已经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了,摊开了 那你美国再不帮助的话 那不耻笑于天下吗 实际上他的这番话呢 再一次的向美国呢 实际上是伸出援手 再一次的向全世界呢 也是提出这个要求 让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来关心台湾 所以说他也是做了一个台湾呢 向全世界的一个公关的活动 蔡英文的这番话呢 那让中共呢,肯定会非常的记仇 他也会成为习近平发动战争的一个理由之一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是特别容易记恨 特别容易记仇 像香港呢,发生反孙中运动的时候 著名的几个领袖人物 黄之锋呢,李之音呢 跑到美国去 跟美国蓬佩奥副总统彭斯特都见面 那中共政权呢 对这几个人呢 是非常痛恨的 后来就是千方百计 把黎之音、黄之锋 各种的罪名给重判 那蔡英文呢 这番的演讲呢 习近平整个中共政权 肯定会记恨在心 成为他们发动台海战争的一个导火索 一个理由之一 今天彭博社呢 发表了一篇企业研究所著名的学者 赵布兰兹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中国开始犯苏联一样的错误 这篇文章认为 中共呢 从苏联解体当中 学到了很多的经验教授 比方说中央内部 绝对不能发生内斗 像当时的戈巴乔夫和保守派 发生了斗争呢 最后导致整个苏联 苏联本身呢 它就解体了 那中共呢 在89年之后啊 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啊 包括赵紫阳跟邓小平的斗争 导致这个89民运的兴起啊 所以中共呢 把中共内部的内斗 都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内斗扩大的话 那只能是 大家共同一块死 中共呢 这个破船就会解体 所以现在很多媒体啊 在那里讲什么 江西斗啊 湖西斗啊 这个斗那个斗 这个斗啊 实际上 都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不像 以前像王大革命那样 斗争那么剧烈 因为所有的这个 中共党内的派系都知道 如果我们斗的剧烈的话 那么整个船呢 都要撤 那整个 中共呢 都要灭亡 所以说 现在呢 中共呢 吸取了 避免内斗 这样一个苏联解体的一个教训 当然呢 其他的教训呢 他根本没有吸取到 这个文章特别提到啊 有三个方面啊 一个是军备竞赛 再一个是这个战狼外交 再一个是 导致这个 所有的敌人呢 团结起来来对付你 那这三点呢 实际上最终的 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首先第一点 军备竞赛 那中共呢 现在跟美国 跟全世界这些民主国家呢 现在展开了激烈的一个军备竞赛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大力的发展这个核武器啊 导弹啊 海军啊 潜艇啊 这些事情呢 全兵独武 最终呢 会导致他因跟 美国的这个 剧烈的竞争呢 他的国民经济会崩溃 就跟当时的苏联是一样的 苏联呢 在二战结束之后 五十年代的话 他的军事发展呢 是领先于美国的 1957年 发射第一个轴机导弹 发射第一颗人造维星呢 远远的领先于美国 后来美国呢 奋起之追 美国呢 不断的进行跟他的竞赛 那到这个六七十年代的话 那苏联呢 开始招架不住了 到了八十年代的话 里根上台之后 展开星球大战计划 那么苏联呢 就逼得实在是没办法 他把国民生产总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 都投入到军备竞赛里面 导致他的国民经济呢 长期停滞不前 处在崩溃 老百姓的这个 新工业产品 日运产品呢 都没有 全部都放在这个 军备竞赛军事工业当中 最终呢 导致他的国民经济 彻底的停滞和崩溃 军备竞赛呢 导致苏联解体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中国呢 现在跟美国啊 这个军备竞赛已经是很明显了 他在八月份发射的那个 高超音速导弹呢 实际上就是宣告着 他当时苏联的那个 第一颗人造卫星一样 那美国呢 那美国呢 现在肯定会奋起之罪啊 美国还有这些蒙古呢 不断地要跟他 在武器方面 军备方面进行竞赛 像日本呢 还有这个印度 印度最近呢 也是发射了一个洲际导弹 它的覆盖面积 五千多公里 这些事情呢 会越来越多 各个民主国家 那个军备上面 跟中共的竞赛呢 会越来越激烈 这样的唯一的结果呢 就是拖垮中国的权 他现在看起来 好像有钱 那未来呢 军备竞赛激烈了之后 他只能把大量的经济 大量的精力啊 都放在这个军备竞赛上 那国民经济 这块呢 他没有精力搞啊 那中国的经济 就会显入空洞当中 那显入空洞当中之后呢 中央内部呢 就会出现分歧 就像苏联呢 当时经济空洞了之后 就没办法 就出来了 哥巴肖夫 要求经济改革 要求公开性 因为迎合人民啊 迎合形势啊 那未来啊 因为准备竞赛 中国的经济显入空洞的时候呢 中共内部呢 也会发生这个分化 但那个时候呢 已经晚了 他要进行改革呢 最后的民运呢 就是中共自己的解体 就跟苏共是一样的 另外作者也指出来 中国现在的战狼外交呢 当时跟苏联是一谋一样的 苏联呢 那就是动不动啊 这个侵略人家的国家 这个索罗法克 阿富汗等等 啊 他的外交方面是非常的强势 这个导致了是天怒人怨呢 啊 另外呢 最后就导致这些 民主国家都成为了当时的苏联的敌人 北大西乡公约组织来对付这个华盛条约组织 啊 就是共产党内部呢 很多的国家 最后呢都背叛苏联啊 中国就是个典型啊 因为当时的苏联是很狂妄的 他觉得他做社会主义的老大 毛泽东呢 建国之后呢 他也要做社会主义的老大 都像做老大就发生矛盾了嘛 啊 那还有这个东欧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呢 也是脱离苏联 所以苏联呢 很快成为这个全世界民主国家 和部分社会主义国家 联合起来对付的一个重要的对象 包括啊 当时的中美建交 美国和中国呢 联手起来来对付苏联 啊 苏联就成为一个地球上的孤家寡人呢 最后呢 你不解体啊 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所以说 现在呢 中共在犯啊 苏联同样的一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呢 就包括你跟美国军备竞赛 你跟美国为敌 你跟民主国家为敌 你逼着这些民主国家都联合起来来对付你 那整个历史呢 都在重演 啊 现在习近平呢 他已经走上了这个不归路 他想改变这个政策是不可能的 他 必须要军兵独武下去 他必须啊 觉得啊 要实现中国梦 要统一台湾 要跟全世界 包括日本啊 澳洲啊 印度啊 都要进行一个对抗 那到时候呢 这种军备竞赛啊 剧烈了的话 战争还没开始呢 你国内呢 首先就有可能先解体了 好 今天的评论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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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